中美對戰戰到今天 戰到了最高點 今天事實上 帶我們來看到是 讓川普覺得念之在之 如盲刺在背 就是這個TikTok 現在今天要談的 已經不是TikTok 能不能在美國存活 已經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他能不能在地表存活 對 事實上這個川普 對TikTok是國仇家恨 他有私人的念 全部都有 所以他在7月28號的時候 他就說 我準備要進TikTok 準備要進TikTok的消息 傳出來的時候 其實在白宮裡面 有所謂鷹派跟鴿派 兩方的意見 鴿派那邊就是說 我們不要進他 把它賣給我們美國廠商 就OK了 TikTok也說 TikTok也知道說 美國有這樣的打算的時候 TikTok一直說 我們要跟這個 中國大陸切心這個關係 我們把它獨立出來 甚至說 我們也可能考慮 給美國公司 賣給美國公司 結果原本川普是要進他的 結果沒想到後來 馬上話風一轉 為什麼 因為經過一個關鍵的事情 也就是微軟的納德 就是他們的CEO 打個電話給了川普 而且同時抖音的 國際版的總裁 三方的通話 三方的通話大意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抖音就說 我願意賣給微軟 微軟也跟川普都表達說 我願意買下這個抖音 那他同時承諾說 我未來會創造 一萬個工作機會 所以現在川普已經軟化 川普暫時軟化 他就說 好啦 那就讓你們去談吧 你們談談談的話 微軟跟抖音 給他最後的期限是 9月15號 9月15號如果有彈出結果 微軟能夠順利收購抖音的話 那麼抖音有可能就會變 TikTok這個部分就變成美國公司 如果沒辦法的話 TikTok可能就面臨到 在美國被禁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講起來 TikTok就命懸一線 最後就看川普 要不要他活 要他離開美國的話 他也半秒鐘留不得 9月15號最後一件真章 但為什麼會講到說 今天在整個抖音 看在川普的眼裡 是你要挖苦我 你也挖腳我 我一秒鐘都容不得你 在我面前 對 我們知道事實上 美國禁他就說 因為他有這個 跟中國大陸的網路連結 會洩密等等 但其實我們必須講 川普還有私人恩怨 譬如說你看 抖音 因為抖音的 美國用戶都是年輕人 而且有左派思想 所以他們都很討厭川普 所以你看抖音裡面 有一個用戶就塗了這個橘臉 然後堆了這個磚頭 他很顯然在諷刺什麼 川普那個美墨邊境高牆的 這個政策 結果沒想到這個短片 獲得30萬個讚 川普已經很生氣了 氣死了 但是讓他最氣的是6月20號 他當時在奧科拉河馬州 吐沙士的這個造勢 原本是疫情過後 第一場造勢 他認為說 大概會有爆滿的群眾 結果沒想到 一萬多名的群眾 居然只有6千多人到 結果沒想到 當時還被全美的媒體 完全笑他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抖音的這些用戶 在抖音上面發起一個叫做 取票不出席的活動 也就是我們取了票 所以川普一開始認為說 很多人去 結果沒想到大家都不去 就讓他整個丟臉 所以我就講 國仇家恨加上私人恩運之下 他一定要讓TikTok 非常非常難看 你知道嗎 今天媒體用兩個字形容 川普怎麼看TikTok 他用圍獵 圍獵什麼意思 今天我一個獵場把你圍起來 不管你這個獵物 我往那裡去 我槍口都瞄著你 而且不只伸出一把槍 印度 美國 既然澳洲 圍獵下的一個TikTok 他還有活下去的空間嗎 沒錯 我們知道川普在圍獵TikTok 但是沒想到 中國大號也是一樣 中國大號好 你弄我的TikTok 我就弄你的Apple 為什麼這樣講 中國大號在監管單位之下 他要求說你蘋果你把這些 所謂的網路遊戲給你下架 結果蘋果自己也自己說 好 那我就緊急下架三萬款的App 那三萬款的App 因為中國大號都有所謂的審批制 那審批制如果你要全部通過審核的話 在中國大號要166年 所以意思就是說 就不讓你過了 對 意思就是蘋果你這些 遊戲的App的營收你大概是掛了 所以你看 直接影響到的蘋果的營收 大概是259億台幣左右的營收 所以對蘋果來說是重商 但是事實上對中國大號 TikTok才是真正的重商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川普現在要怎麼來對付TikTok 很簡單 現在川普 其實我們知道上個禮拜 不是有美國四巨頭 包括亞馬遜 蘋果 還有Google 臉書 他們四個不是到國會作證嗎 他們都說我們沒有這個壟斷 沒有壟斷 沒有壟斷這件事 但是其實他們都有壟斷 尤其對這個蘋果 對川普來講 他要捏死TikTok是太容易 你知道TikTok現在怎樣 我們講很簡單的一句話 譬如說像這個App Store裡面的話 如果我這個蘋果裡面 這個應用程式沒有你這個TikTok 那你在這個蘋果市場 你玩得下去嗎 另外一個Google Google的話它下面有Android平台 所以如果Google Android平台不上的話 那你也完蛋了 所以在國外的iOS的平台 跟這個Android平台裡面來說 我可以完全的封鎖你 所以這是我這個川普的 有兩把利劍 我隨時可以封殺你 所以這個時候對這個TikTok來講的話 為什麼TikTok要賣給這個美國 因為他能選擇的非常有限 現在TikTok的老闆 他們今天接受媒體房 他就直接說得出來 他說面對美國這種壓力之下 我沒有路可以選 我如果選擇就是說 好跟你對抗到底的話 我在國外的營收完全歸零 那事實上這一次 這個微軟跟TikTok 兩個收購的這個範圍裡面 他收購什麼東西 不只是只有美國分部 他其實五眼聯盟中間 除了英國沒有收購之外 四眼聯盟 其他的都歸在這裡 歸在這一次要收購的這個裡面 全部要退出 而且他這次退出之後 完全他就變成是個美國公司 TikTok 這個所謂字母公司 完全沒有在控股TikTok 另外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TikTok要賣 因為如果根據目前微軟跟TikTok 兩個之間的相關的協議來說的話 他可能市值可以高達500億美金 也就是說如果我賣給微軟 我至少還可以拿500億回來 如果我不賣給微軟的話 那麼我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要站在這個TikTok的背後來說 他可能就一定要賣 所以現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就看 就看這個微軟跟TikTok 他們達成到底要多少錢賣給這個微軟 如果能夠過關的話 那目前的這個TikTok 還有機會在美國繼續的營運下去 好 我們現在看到了美國透過TikTok 對中國大陸的這個字節跳動 發動了一波波的奇襲 看起來沒有要放過他的意思 內憂 外患 天災 人禍 剛好可以形容庚子年的此刻習近平的挑戰 我們今天國內的這個大事 要請馬老師帶我們來關注的 當然就是上個週末的一封檢舉信 兩個白手套居然掀出了國內政壇 你從來沒有看過立委牽扯人數最多 被捲進去層級最高的這樣的一個弊案 馬老師要告訴我們 他居然把誰捲進去了 把總統府秘書長捲進去了 把前任部長捲進去了 把黨主席捲進去了 什麼樣的弊案 殺傷力這麼大 我這麼久來沒有見過一個弊案 牽扯到這麼多人了 我告訴你 65路搜索隊伍啪就出動了 65條線 動用多少檢察官 當天就約談了63個人 然後六個立委涉案 然後除了一個交保之外 一個收押 另外四個 現在都在開積壓庭 你說我們錄影的此刻 現在在看新聞的同一個時間 在北院的積壓庭 分分秒秒在召開中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您是存委員的委任律師嗎 更可怕的是 既然陰謀論 有什麼陰謀呢 第一個 你剛剛講收到檢舉信了 觀眾可能不知道 檢舉信什麼時候收到的 2016年 哇 他可以埋這麼久啊 對 他埋了四年 好了 觀眾可能會問 這樣已經埋了四年了 為什麼早不掀起來 晚不掀起來 現在這個節骨眼上 啪 把它掀出來 為什麼 好 現在就陰謀論 第二個就是說你現在掀出來 要對付的不是這幾個立委 是透過涉案人蘇正清 去打總統府秘書長蘇家全 好 這個陰謀論我們等一下看看 有什麼蛛絲馬跡 居然這把火燒到了前總統府秘書長 蘇家全請辭獲准的背後 他象徵了什麼 先來跟我們講 這個千絲萬縷的這樣的 一封信 兩個白手套 怎麼會一個 幾股肉掌啊 很簡單 收購案殘年多年 李鴻龍他為了爭取收購案 敗部復活 好 大家聽說 馬老師收購案是什麼東西 簡單說李鴻龍 他是太劉的董事長 他在這個案子裡面 這個真收購失敗了 他想敗部復活 有沒有辦法敗部復活 有 很難 第一件事情 你要推動公司法第九條修法 第四項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你假如燈載不實 我就把公司撤銷登記 李鴻龍跟對手在爭取收購的時候 有發現對手燈載不實 好 燈載不實 我就把你公司撤銷登記了 我就可以敗部復活 不對 我修法之後 我還要訴及既往 還要以前 適用以前的收購 這第二點更難 要訴及既往 這要靠什麼 要靠立委 因此李鴻龍就靠了這個白手套 你把郭克明給到兩千萬給了蘇振青 你來推動修法 訴及既往 然後給了兩百萬給了徐永明 你開公廳會 你修法 你圍剿經濟部 再給了兩百萬給陳唐山 推動公司法第九條修法 然後再都是兩百萬給陳超明 推動公司法第九條修法 兩百萬給了廖國棟 之一修法 圍剿經濟部 你這樣看起來 民進黨 實力 國民黨 他藍綠通吃 看起來 安啊 這個就是那個白康 好了 我問你這件事情 印尼案怎麼爆出來 印尼案是印尼的使館 發了一份密函給外交部 講了這件事情 誰 為什麼這個密函可以外露 這個已經是一個密函了 而且是外交部跟使館之間極高度的機密 換句話說你看 每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 你們蘇家人要爭取什麼樣的一個位置的時候 BOOM 都會有個案子相對應 對 而且不只是one by one 它是交互火網攻擊 對 好 從陳美財案 唐榮鐵工廠案 到印尼案 就印尼案高檢真分三地 分他之案 爭辦的時候 這個節骨眼上我告訴你 蘇家跟蘇正清已經受傷了 但受重傷還沒倒地 砰 收購收回案出來 這個案子就大了 這個案子在印尼案上面雪上加霜 因為確實你的戶頭裡面 收了李鴻龍兩千萬 雖然他們說是借貸案 我禁你兩千已經還我了 但是因為白手套是你的辦公室主任 你說你他要有關係嗎 所以這個案就把蘇家權打垮了 所以他就向小營請辭總統府秘書長 就請辭總統府秘書長沒有關係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 正鬧得火紅火紅的時候 BOOM 又一槍出來了 說他的女婿設著台電 一百萬的採購案 你看到沒有 就是徹底要打死的意思 馬老師這後面有沒有一個常見人 我覺得這是林池 這是擠牙膏 這是不斷丟牌 對 就鐵子一直壓上去 銅花順一直壓上去 一張牌比一張牌大 最後致命一擊 對 你講對了 就是當然這裡面 有沒有違法的事情 這是另外一回事 那這些違法的施政 我問你 都不是今天的事情 對 都是以前就發生的事情 這個常見人顯然不想讓風聲就辭 打鷹派 因此台灣政黨上陰謀論施起 這些東西都是是不是 是不是有人在幕後操盤 這些東西給了一些機密的東西 是不是有一隻看不見的黑手在後面 陰謀論 好 謝謝馬老師